锐杰B172 Pro处理器性能很强 怎么才能利用起来呢 当然是开启SSH 自己装软件 目前是可以正常连接 锐杰路由器的 内存是984 然后我给路由器重置 好了 这个重启速度还是挺快的 开启开发者模式 在系统管理 系统升级 本地升级这里 点这个版本号 点击完了之后 点击确定 然后这地方显示开发者模式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现在就能连上了 但是不知道密码 对不对 现在 然后密码都不知道 我搞不懂锐杰 留了一个开发者模式 但是不提供密码 你把这个功能留给谁用了呢 我们只能想其他办法 为了获得这个密码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 对APP进行抓包 苹果手机 或者按照手机都可以 下面我在苹果手机上演示 需要这三个软件 苹果手机需要这三个软件 第一个软件是为了绑定路由器用的 第二个软件是为了抓包用的 第三个就是抓包工具 装完了之后呢 把相关的证书什么东西都信任一下 然后我们先打开抓包 然后点击日节新药 它会识别到你的路由器 注意一下正常上网后面的连接速度 目前是两个零 等它有速度变动的时候 现在速度有变动了 那抓包肯定抓到数据了 然后我们点击停止抓包 点击抓包历史 在最上面 找一个post 然后后面比较长的 是R-E-Y-E开头的 post R-E-Y-E开头的 然后点击进去 然后点击右上角 再点击编辑重放请求 然后再点击最下面的G-S-O-N 然后再点击中间的 中间的这段再点进去 直接全部删掉 然后粘贴这一段 这一段我会提供给大家 粘贴进去之后 存储 存储 然后再点击播放 在这里会显示 Finish 就说明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在电脑上操作 通过SSH连接 RPD指示192.168.1110.1 端口号是54133 然后点击OK 用户名是root 密码就是已经去掉了 现在直接就连上SSH了 这个方法打开SSH是永久的 路由器重启之后 再次点开开发者模式 SSH依然可以连接 另外不建议大家升级固件 以防这个漏洞被以后的版本修复 就这样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者 订阅